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继续来讲今天的 手机上很重要的一个管题叫做Google Photos 那我们刚刚已经交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你这个手机上需要很多的储存的容量 那这个储存容量 当然你可以应用各种办法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管理 这么大量的档案 我从2015年到现在开始用Google Photos 我已经累积到6万多笔的档案 那当然在之前有很多散在别的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除非我把他scan进来 我请问各位 你知道你这辈子照了多少照片吗 你没有办法统计啊 那我相信绝对超过6万 可是你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储存 我问你银行有多少存款你应该知道 可是问你多少照片存款你不知道 因为现在照相机太方便了 方便到你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有效的去管理 那如果我今天教各位一招 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去管理 各位听懂这句话吗 但是你要用对工具啊 我马上来demo给各位看 什么叫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管理 就好像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开玩意 静性出 不如无数 但是要找对名师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请各位看一下 你不要当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会把手机的画面投影出来 也会把我电脑上的画面投影出来 所以你可以同一个时间看两个画面 但是当我在操作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看其中一个地方 有没有像我现在进入睡眠状态 他就 我现在要来跟各位讲 手机上是不是可以搜寻一些资料 是不是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嘛 假设你要去搜寻洛杉矶 最好的老师 那你要打什么 Stans Stans 打下去之后 你在Google 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些人 有 不好意思 我是很低调的 所以你找不到我 哈哈哈哈 当你打我中文名字 我在台湾还算蛮出名 你可以找得到 但是我就demo 那我们今天要来找一个 蓝家座一个比较有名的人 叫做什么 我们班长 哈哈 有没有 我就打他名字进去 有没有 洛杉摄影协会讨论看板 有没有 这表示他是摄影协会的啊 有没有 大拽校也会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 你是不是可以搜寻到 公用的资料 没错吧 是不是可以搜寻到 那我告诉你 今天跟我们讲的主题有关吗 当然有关啦 其实哦 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什么时代 资讯爆炸 对 高科技 资讯爆炸 这是我要的哦 资讯爆炸代表什么 我刚刚是讲你的 我们现在讲宇宙大爆炸论嘛 对不对 我们不讲宇宙 我们讲外在环境 资料爆炸对不对 可是我刚刚上节课 其实在讲一个 你的内在的宇宙也在爆炸 听懂了吗 你的内在的宇宙就表示你的内存装置也是不够用啊 也是在爆炸 只是你不晓得它一直在膨胀 我马上秀给各位看 这是我在外部搜寻的 那我们在Google搜寻啊 在电脑上不是在手机上 在电脑上有一个叫做什么 我给各位看 墨点进去 有的叫做personal 有没有看到 嗯嗯嗯 这什么意思 各位先拆一下 我再交购耶 就是收你自己内在那个小宇宙啊 嗯 刚刚我们是收外在嘛 账号 对 收你自己的资料 我刚刚同样的关键字叫做 我们班长的名字 收进去以后可以看到 我的Google账号有它的contact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对 那更重要的是 在我的其中一个APP 找到它的相片 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相片存在我的小宇宙 就是我的个人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 嗯嗯 好 那有一次啊 我们去 去经文处 好 这边有会提醒我 有一次我们去乔和中心 那个经文处 他不是拍那个洞吗 嗯 我今天一找就找到 他在现场摄影 他 那个影片 大概一分多 我等一下秀给各位 他只在其中不到一秒钟出现 竟然被我搜寻到 这就是Google很韧 很韧性的地方 请问Google是什么起家的 搜寻 对搜寻 对搜寻 所以他在搜寻 我刚刚讲是在外部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Google吗 搜寻外部 很厉害对不对 我刚才搜寻内部更厉害 只是你不会用 你不会用 你要今天来这个 我就告诉你怎么样搜寻内部 好 我们不要讲说其他资料 什么content那些 Evernote 我们不讲 我们今天讲照片影片好了 好 那各位因为都是用手机嘛 所以请看右边 我把我把我手机打开 这就是Google Photo的画面 那我今天本来要想讲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Photos 这是什么 iPhone本身啊 这个Photos是iPhone本身啊 现在iPhone本身这个Photos这个APP 做的越来越像Google Photo 因为我在教Google Photo 它announce才四年到五年了 我教了三年多 那 这一路我看得到 iPhone一直在跟Google 后面紧追哦 所以你当然要学最好的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Android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Android本身 就有内建的Google Photo 对 没错啊 你就不用下载嘛 可是你如果是iPhone iPad呢 你就不用下载 因为它内建的不是Google的 是Apple的 它自己的 你要懂吗 好 如果你是用Google Photo 哇 就可以用到这个好处 什么好处 这两个好处 Unnamed and no money 那如果你是用Apple的呢 就会用到这个好处啊 五个Gigabyte的Limitation 然后我上礼拜有建议各位 先暂时不要用 iPhone 记得吗 那我讲原因 以后再讲 我还讲说有个业务员叫王先生 会来敲门 有没有 那这个iPhone以后我们再讲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iPhone 我今天只能讲有好东西的时候 这是比较性的问题嘛 一个稍微好一点 一个会比这个稍微好更好 那你用哪个 两个都好 更好的 当然是更好的嘛 那我的时间当然是要教你更好的啊 所以我今天教你更好的 这个东西留待以后 还要 这不是说那个不好 只是有东西更好 有没有 第一个它容量是无限 第二个它不用钱 好 各位能体会我的用心吗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不时要动一下荧幕 不然它会睡觉 好 我们点进来 在我的荧幕上啊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今天希望能够把Google Photo的 基本观念交代完 因为我们下礼拜还要去讲一些修图 修图啊 各位可以看到我修图 或是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在这边 其实你手机就很好玩了 当然如果你要追求更高档 你需要去买那个专业 那是另外 那你可能要上台湾会馆的这个摄影课 那不是我在教摄影 我的专长不是教摄影 因为有摄影 这边有大师级的在做 那我的专长是在教各位怎么样善用科技 等一下我来讲一下后置的问题 我先把这个交代完 在我的Google Photo进去 我先来教各位 刚刚我怎么样去找 哦不对 这个不是Google Photo 这是iPhone的 在这里下有一个叫 这个也是iPhone的 不是 这个是Google 各位看一下啊 我用我的指头啊 去划它 这是我今天早上照的嘛 我去划的时候 它旁边出现一个 右侧是不是出现一个 刷下箭头 对 那我就可以快速往下带 有没有 嗯 哦 2000年 然后两 各位可以看到我在台湾会馆 2007年在教书的 那时候的照片 还有我Adult School 有没有 嗯 我的照片都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 当然还有 比如说这些slide 大家没有啊 因为我还没有存进去 还有一些旧的没有 那你马上有个问题啊 老师 这不是才五年前出来的吗 Google Photo很年轻哦 Google Photo才问世 2015年才问世的哦 那为什么我这些照片都在 在2015年之前 你可以看到2007年的照片 有没有 各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 我在台湾会馆交了十几年 刚开始交 我是交Gmail那些 交了还叫Picasa 那时候叫Weil Alban Picasa是洛杉矶的一家公司 被Google merge了之后 就 创立一个叫做云端相簿啦 那时候我就教同学把照片放到云端啊 那有 有limitation啊 Space的limitation 后来被Google买去以后 Google在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大 后来发现Picasa在手机时代不好用 他就 发展一个叫Google Plus 有没有听过啊 做社交的 社交的 社交的 做社交的 后来社交他没有做的像Facebook啊 或是什么其他啊 所以他也停掉了 后来他就发展到Google Photos 2015年Announce 这不得了 这个出来 现在大家都在用 包括我们在交这个 所以我以前 只要放在Picasa Velven上面照片都merge过来 听懂吗 他自动会merge过来 因为Google的产品 它有延续性 如果你当时没有来上我课 你也不懂PicasaVelven 那拍谁 你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没有Picasa的这个东西了 所以你只能事后去照相扫描 或者转档放上去 那也很容易 你如果上过我Evernote啊 上过我其他课 那现在还有更多工具 你可以把它叫照片 对不起他有办法把它merge过来 所以是因为他买了那个公司 对 所以他可以把那个Picasa的资料 他这个一路上其实蛮堪咖 蛮堪咳 堪咳 你不要看谷歌采大气助啊 他也在做错很多事 那当然另外讲 因为当时我在教Google的 教那个Velven的时候 Picasa就要上传 有没有 上传之后 就会在上面可以去share 或什么 那时候是十年前的诗 Picasa刚开始也不是Google的 是Pasadena那边一家公司 被Google merge去 后来 后来Google 就要发展社交软体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放到Google Plus 可是这个东西他做不好 至少他没有像Facebook那么成功啊 后来他就决定 他没有放弃社交那一块啊 但他把照片那些把它拿出来 另外成立一个Google Photo 因为他发现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储存有问题 社交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很多照片啊 你其实是有私密性 你不想比如说你出去吃饭 照一张照 扫描一张搜据 你干嘛要放到Social 那这个Google Photo 就可以帮你自己存啊 听懂啊 他的目的性是不一样 那以后我们再讲 可是我现在教你就是Google Photo 就是一路这样上来 你只要现在开始用 以后一路上去 你就可以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 放在一个地方 而且是跨平台 因为你今天会换手机啊 你换手机 你的LINE什么资料 要转来转去对不对 这个都不用啊 因为他资料不存在这啊 存在哪边 Server上嘛 你知道懂吗 你在用的时候 就直接拿上来用就好了 这样懂啊 而且你 我刚已经教各位Google Search 你只要Search Personal 他的资料就到你的账号里面 可以看得到 好 我们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在 为了要讲这个 我研究了一下 各位知道 在照相的时候 常常需要做后置 有没有 什么叫后置 就是在修图啊 或者是 我把它拉近 这样各位可以看 比较清楚 我问一下 英文叫什么 Edit Edit 这有专有名称哦 这是Wikipedia Post Production 好 那我们今天不是上来 不是上这个后置课 各位听过后置吗 如果你今天要讲后置 就是修图啊什么 我会教 比如说做电影 我会教 这都是属于后置 可是我要教 各位 我们在今天 所有这些档案在处理的时候 有一个流程 我今天给各位讲义有没有 各位看一下讲义的第一页 讲义我们会放在我们影片的下端 有个连结 各位文字党在我的老师教学网站也有 没有 我把它分成五段 我把它分成五段 各位有听过后置 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有没有前置 有 前置是照相 前置是照相 错 我就告诉你 一般人以为前置是照相 各位 各位在我的讲义上会有一个连结 因为一般人不懂 我告诉你这个是专业 专业不是我讲的 是好莱坞字典归纳出来的 因为我要教这个 我就必须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哪个步骤 我们现在有五个步骤 你一般人只听到后置 你想当然前置 何先生说没有中置 那是因为他不懂 我告诉你是有中置 你去上这个网站 就告诉你什么叫中置 你没听过不代表不存在 那你听过某样东西 那你听到新的 你不要去否定那个新的 没有中置 那是太武断了 我告诉你中置就是有 好莱坞就告诉你 中置就是在拍片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文解释 我只是告诉你 这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它的名词 还有前置 还有一个叫准备工作 一二三四 那第五步是什么 党案的管理 第五步就是我今天教的 老师教什么 党案的管理 你这玩笑就产生党案这些 你要怎么去管吗 听懂吗 听懂吗 你要怎么去管 我这边有列啊 各位看一下第一页 第五 数位影像档案管理 有没有 有没有 我特别讲 数位影像哦 不是讲文字 也不是讲其他的声音 我只讲 当然有时候声音也包括啦 多媒体这些 我这边列 所以档案处理 如相簿 拼拼杀青上传 杀青是什么 电影拍完 电影拍完 那照片拍完也可以 好分享 归档跟其他 所以我这边下了一个总结哦 科技虽然日新月异 但大部分的同学会不熟悉 第五项哦 第五项是什么 管理工作啊 你不太懂 所以我来教你这一段 那下 Hopery今天可以把它讲完 但是今天可能又讲不完 那我希望下礼拜的人教你这个 怎么去修改照片 你到外面很多地方可以上啊 你说摄影协会就教你 摄影协会教你这个 排片 对不对 排片啊 排片后制都有 对还有后制嘛 那我 他会不会教你这个 嗯 在做后制之前 他有讲这个 哦 但是他会不会用这个 不见得嘛 他不用 因为他们用的是专业 我们用的业语 有没有 专业跟业语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 诉求业语 你手上没有专业东西 你就一台手机嘛 我就要你一台手机走遍天下啊 然后解决三四十年来碰到 的长期困扰 就是这个问题啊 哈 那我们下礼拜有机会讲后制 怎么样去处理照片 那个单单单单一的个案 啊比如说修图或什么 那我们今天要讲整体 整体是什么 啊 你怎么样去归档 怎么样去找出来 我刚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储存容量的问题嘛 对 第二个什么问题 收集 又是其用性质 他有基本分类嘛 但是我刚刚已经给各位暗示啊 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你只要把你想要找的东西 告诉他 他就把你找出来 我来demo一下吧 刚刚已经用 我来demo一下好了 啊这个观念要懂啊 啊我们顺便讲一下 我顺便把这个讲完 我再demo哈 请问什么叫前字 写剧本 前字是相对的哦 叫pre-production 前字听过嘛 对不对 你没有听过这个 但是有前字 前字是什么 写剧本 对 你要写剧本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拍了一个缩时摄影啊 我等一下给 有时间我给各位看 今天早上我拍了一个日出 叫做tine labs 而且是叫动态 动态缩时摄影 那他想你知道吗 什么叫动态缩时摄影 我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玩过 手机里面也有 手机不行我就用那个 好 那个 我为了要拍那个 我要知道太阳是几点出来嘛 所以我要先准备嘛 在出来之前 你不能说到了地方 然后太阳光光出来说 准备 我摄影机还没有好 太阳等我 不可能嘛 所以你事先工作到准备啊 那什么叫准备 在我来看啊 各位现在就在这个阶段啊 什么意思 你必须要有knowledge嘛 你必须要来学啊 你现在是在准备啊 我现在告诉你这些都是你在 为了你后面工作 你要有基本的知识 再加上什么 所以基本知识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食物的经验 食物经验我就没办法教你 我可以教你基本经验 好不好 食物的话拍摄 你就要跟摄影协会花钱去造啊 什么的有没有 要不然你自己去try 那叫食物经验啊 所以你在这边准备的时候 我就来帮助你把基本的观念先具备 然后你开始去做这个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以后会讲凤字 那中字前置我不讲 那以后各位有机会去 这样了解吗 我先把整个整个程序交代完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样讲 你不要期待说我今天教你修骗 我没有时间 我今天只能讲这一个 还不见得能不能讲完 这样懂吗 但是这个问题最大 我刚才是把那个人 人跟机器 人跟 我不是讲说 那个手机三大的limitation 最重要就是什么 Space的limitation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先解决 我的目的 好我们来demo一下好了 最好的管理是什么 我又要管理 比如说 他自动的 在这个 各位可以看我电脑没有 这个是 谷歌搜寻画面嘛 你在谷歌你随便打关键字都可以 因为Google它是以什么起家的 搜寻 搜寻嘛 那 这个 软体是哪一家的 Google Google 所以你猜他搜寻强不强 强 太强了嘛 我现在随便讲 他本身有分Alvin 有没有 他自动帮你分哦 他自动帮你分 反正我先把这个介绍完好了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在复合我们刚不是教各位 你上下滑动的时候 他会出现这个箭头对不对 对 上下滑动 他有按照时间 Chronical 按照时间的顺序 秀出来嘛 我已经秀出来 我到2005年 都可以看到很快嘛 所以你可以很快找到 然后你也可以用两个手指头去滑一下 在左边 有没有看到 左边他就把时间轴列出来 是不是很方便 然后你要看某一个影像 就直接点进去 就点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某单一的情况 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很直观 不用我教你 我只要告诉你 两个手指头滑一滑就可以了 有没有很方便 好 那我们来讲更重要的 在Alvin这边 他自动帮你分 他分什么 Favorites People and Pets 有没有看到 还有什么 Place Things Video 很多嘛 对不对 然后底下呢 底下叫Alvin 有没有 你的项目 他把你自动产生的 你也可以自己做 但是他可以帮你自动产生 所以你等一下 有机会回去玩一下 或者点一下 你练习的时候 你会很Surprise 他已经帮你做了很多Alvin 然后你 你可能在睡觉 他都帮你做好 比如说 这是我们两年前去温哥华 带学生去玩的时候 好 我们来 我们来说 得好